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像汪小菲和大S一样的婚礼呢 恐怕没办法做这么远大的梦想 但是你总希望自己的婚礼是很温馨的 然后废话 人家大S早就说了 希望办一个温馨的婚礼 希望媒体朋友不要那意思来打扰 他还说很低调是吧 那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很逆向的操作 越低调媒体越有兴趣就越高调 你看今天各大报纸版面都是 没错 他这本来说是封锁消息 而且都不让媒体接近 我觉得他们当然咱们都管理了 是吧 都在网上 我也不知道是被动的管理的 是怎么直播出去了呢 是啊 昨天微博可是一封一封的直播 对啊 所以大家在不停的转载下 其实大家就像你说的 其实全中国都是这场婚礼的见证者 我觉得有一幕我觉得挺有意思 你看看记者都干嘛的 你看几个照片 这是一个咱们导演给我们放一下 就是咱不关心厂内的 就看这个厂外的人 你瞧 他是拦着这个网的在这个婚礼的范围 但是你看我们这个敬业的记者们 他们就在这守候跟保安在交涉 然后再看下一张 你看我觉得跟伊拉克战争似的 就说这是临时新闻中心 娱乐记者们在外头搭了临时新闻中心 而且人家大S特别好 说还给他们送盒饭 对 而且他们两 14块人民币的盒饭 14块 说盒饭都拍出来了 说盒饭菜还不错 然后你再看这个 这是粉丝 你说这是为谁辛苦 为谁忙呢 在门口就坐等着明星的粉丝 还好昨天天气不错 真是 这个还说到这个又停了 你同作为娱乐圈的人 你看到这个羡慕 哎呀 我说你身为女孩子 你说羡慕那当然是 可是我觉得这些名人婚礼 就是我们从过最近几年 我们说有个演艺圈有个结婚巢 你看到了这个刘嘉玲 好像签化 然后大S 一个比一个盛大 一个比一个就是铺张 就可是我觉得毕竟公众人物 你对社会是要有个示范作用的 所以看来媒体的关心 就是你多少钱 然后呢送了多大的钻戒 有多少重要级的宾客 在你的婚礼里面 让女孩子好像对婚礼的一个梦想 越来越变成是比较物质面 而不是去在乎那个实际面 在乎感情面 到现在为止还没结婚的 穿一身黑衣的女人容易对别人婚礼发表的言论 就是这样 所以当我们说最近看到什么许志安复合啊 这种你反而会觉得比较温馨一点 你就觉得这才是我们要的 就是我们希望的感情在工作人物上出现 是这样 你说这个我还想呢 就说是这个 你说这个婚礼 我有时候也替他们名人操心 他要是真的说要低调 能怎么样 能低调成吗 就不要告诉你时间日期地点啊 对有些还是结了 然后你才知道 你以为神通广大的记者 那不知道吗 那就事后再知道啊 也是有这样的吧 我印象之中好像比如说张博兹跟谢霆锋 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婚礼吧 你说这事有意思 咱们最近可以看另一组这个照片 他们是在后续有波兰 当天没有盛大 但后续很久很久 我觉得这个明星啊 当然都不知道谁泄露出去的 但是好像你既然是这个明星啊 早晚有一天你全得泄了底 好像是 最近突然间有泄露出来 当年他们求婚的 哎呦 在谢霆锋和这个张博之演出 这不不不是演啊 就是这一幕啊 原来是特意到菲律宾 是 而且我看的沙滩好像是白色的 那个沙滩是吧 那个时候这个香港大巴还没有被劫 是吧 香港人还到那去 哎呦 你看看这个当时 我觉得让这个很多 很多人现在想起来很有意思 女人呢 应该是挺幸福 我们可以 你瞧瞧 哦 这导演是倒时序的放 这是求婚成功了 哎 在俩人抱抱啊 嗯 然后你再看 家伙准备了烟花 说是事先呢 也是有设计的 是呃 就在海滩上 呃 俩人好像正在玩着一个什么小游戏啊 还是瞎逛的时候 突然间谢霆锋一个回事 光机单膝跪倒 你看在下边 你瞧 哦 就演出了这一幕 据说当时我们的博之犹豫了七八秒钟 哈哈哈哈 张口结舌 说不出来 最后终于N准了 哎呦 一下子这个 这是晒伤的脸吗 哭成这样 好哭成这样 晒伤的 你这是羡不嫉妒恨 我给你看这西洋 你知道昨天刚好我在纽约时报 我看到了有一个评论很有趣的 就是有一个艺术家 他做了一个制派照 然后变成一个系列 就放到一个美术馆里面去展出 那这个制派照的那个主题是什么呢 就是他把以前的那些所谓 粉红色小说的封面都是画的 但是他现在把自己key上去 就是自己在穿了那些衣服啊 然后找了他男朋友作为一个对象 我刚才看到这些求婚的照片 我觉得非常像 因为以前那些粉红色小说 他的对象读者当然就是女生 然后都是希望看了这小说之后 得到幸福的 好像是一种感染这样子 那今天我们来看这个的时候 其实搞不好将来 他也会变成是一种典范 因为他示范的就是看得见的幸福 其实我说他是一种示范左右 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张博志 你事后看这些照片 因为他们这四年下来的 感觉起来是历经风雨啊 就是有在他们最低潮的时候 他们两个在一起 到现在越来越好 然后又有两个儿子啊 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是观看名人的这个 他们整个恋爱的一个过程 停风跟张博志的话 你会觉得 哦这就是一个感情该走的一条路 你这风雨之间你怎么互相扶持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 所以你现在看回去他求婚 就觉得特别的感动 对就是你自己的图说很多 他只是一张照片 可是你会自己觉得 哦他们那时候的真爱是怎么样 因为他们这一幕幕被狗仔拍出来之后 你好像跟他们经历 这是应该有的 但是有些的婚礼会让你觉得 就只是物质而已 就你看不到那个 你感觉不到那个过程的真爱 那当然就会造成我们现在说 一个盛大的婚礼 反而会大家被批判 我说昨天那个 他们就想婚礼 有个批判吗 对我们昨天就想婚礼 就是台湾政论节目 2100全民开讲 竟然花了一个小时请了名嘴立法委员 一些娱乐记者来评判他们这一场大小大S的这个婚礼 甚至下的标题都很负面 很负面说大陆人奢而无凭 所以他有一些乙层在里面 他们认为去讨论大陆人现在 急速富裕之后 他们怎么花钱 给社会的作用是什么 而现在社会风气在内地又是什么样的情况 所以反而是很负面的 那是台湾的这个李涛的节目 我觉得至于吗 虽然都是这个涛哥 你看我都不太同意他这个意思 因为呢 小飞哥也请我去参加婚礼 我实在是因为要录像 你看现在小飞公主知道了 是吧 我不能去 我们对人家只有祝福 我是觉得说 其实有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挺有趣的 就是因为所有这些婚礼 你也可以说从某个角度来讲 从西方来的 就是外国的名人 或许最有名的名人是什么 是皇室 所以其实因为我们中国人没有皇室这回事 所以我们没有王妃 我们也没有王后 所以变成我们现在的明星 他现在造的这种婚礼呢 多多少少我觉得都是从那边来 我跟你讲你讲王室我想起来了 我呀你们有有闲呢 你就看某种新闻后边那个跟帖呀 哎呀那是我生活中很就是很重要的一种娱乐 你能看到这个这个就围观的人们哈 他们在就是随口说些什么 你比如说这个大S和汪小飞的这个婚礼 我一看下边的跟帖 一个哥们就说了 说是这个什么 就说只要不要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 我说这个哪跟哪呢 有什么关系 就是有什么关系 他经常这个过就是这么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 还有喝彩的 好 这就是有钱人的样子 可以避美英国王室的这个婚礼 哎呀我觉得这哥们恐怕需要到英国去长点见识 英国王室的婚礼 哎我还刚看了一个新闻 他们就将在竹又廷生日的那天 你说是不是良辰吉日 对啊就是六年王子嘛 对那个婚礼 我跟你说真的英国王室的婚礼 那是什么排场 英国驻币厂已经发行了王子和公主的纪念币 发行了之后准王妃 叫个什么纳斯谁管的 就是凯特不满意啊 不满意 说筑成这个钱以后发现这个脸呢 太大了 有点胖 有点胖 不满意要销毁 然后说呢 婚礼之前去做整形手术 包括抽纸 那个干嘛 就把脸呢做窄 据说整个这个流程15万美金 哇真的 真的 这是八卦还是 手机短新闻 手机短新闻可能来自英国太阳报啊 哈哈哈 准王妃这么漂亮 就是不需要 我觉得不需要 不过肯定他们说这场世界婚礼是要来救英国经济了 对对对 希望能够翻新啊 观光的事业啊 以及导振一些大家对皇室一些比较傲慢的形象 他们希望再次亲民 毕竟大家那王妃过世之后 给英国皇室一直比较很多的阴影啊 还有这个查尔斯王子的取的这个拍命拉之后 所以他们希望见由这个威廉王子比较好的一个形象 还有现在新王妃能够再重建所以婚礼从来都不止只是婚礼 因为你想想看 你去婚礼你也会觉得体面很多 那个婚礼有谁去啊 然后你大概坐在谁的旁边啊 这些东西都是有身份地位的价值的 所以他办的越大的话 其实对于整个社会来讲都是所谓的共同参与 我们今天有些人可能就是去骂 但是这个骂如果没有这个婚礼哪来的骂 所以他其实还是个参与嘛 他就制造了话题嘛 是 是吗 都是有积极作用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最近明星这个婚恋消息比较什么时候都多 是吧 我觉得一华导演那天我拜读了一篇你的文章 说幸福是一场似曾相识的电影 他讲啊 你知道他先透一八卦 就是说郑秀文和许志安是怎么复合的 跟他有关系 没有跟我有关系 只不过那天刚好 他们是好像是在礼拜四还是礼拜五 就是接近周末的有一天 然后去一个餐厅吃饭 然后被记者撞到 然后我刚好那个周末之后的一天 就跟他的经纪人在一块开会谈另外一个事情 然后就看着他经纪人 就大概每隔三分钟又接一个电话 然后就走进走出 因为别人找不到郑秀文 因为他好像去一个高海拔的地方派戏去了 所以他就问他说到底现在是怎么回事 他只能说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用各种的方言 用各种的方式来说不知道 我知道的也只有这么多了 为什么用各种的方言去说不知道呢 因为内地的记者也有 不知道 不记得 I don't know 有没有日文我不知道 但是你何以有后来的这个感触呢 主要其实是我觉得他们也算是一种符合嘛 那符合的话我想两个人的了解 必然就比就是说很一帆风顺的这样子 像我们刚才在讲说大S跟汪小飞 他们最传奇性的一个东西就是20天 但是我们这两个人好像他经历了 都不知道多少年了对吧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过程他一定是对彼此来讲更深刻的 真的这种豪门婚礼就是我们刚刚说大S的汪小飞 我们看了只是遥望啊你知道 真的不敢想 没办法想说哪天有一天会是这样 但是刚刚看到郑寿文跟这个许志安复合的时候 你知道对我们圣女是多么大的希望 旧爱还是因为毕竟 这时候我已经是有个年龄了 然后呢没想到这样风风雨雨走一程呢 成熟了 大家这个最后你的旧爱还是会回头觉得选择你是好的 所以你会觉得第一旧爱还是最美 第二圣女还是有希望的 原则还是 但是有一件事我不明白 就是你为什么要把别人意淫到自己身上呢 因为你在 你知道这是很普遍的一种心理 因为那叫投摄我很难理解 我们做媒体不就是在传达一些价值观给大家吗 告诉大家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 然后呢是不是跟你想象的一样 或者是去告诉你们不知道的情况 郑宿文有救了 不意味着你就有救了 这样有什么关系呢 你怎么也让我也让我寄透个希望都不愿意 你知道太残忍 但我意思是说这就是透过媒体给一般民众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讲话 那我觉得一般民众很糊涂啊 他是他 你是你 这有什么关系呢 也不见得 每一个明星 你现在上微博 他为什么有一百多万两百多万的人关注 这关注我觉得不竟然只是一个围观 他必须在这个偶像 或许这个对象身上找到跟自己共通的一点 文涛你今天这么成功变成主持人 很多人一定想要知道你成功的道理 那我们就可以copy 或者是我可以模仿 往那个方向走 模范了 对模范了 所以我在爱情里面我肯定也会找个名人来做我的模范了 哎我跟你说 我在一百件事情上都跟老百姓所有的人完全一样啊 仅止于这件事 是我终生不能解决的一个困惑 就是说啊别人的这个事情啊 你看啊 呃呃呃就好比说啊前一阵这个寒寒不也是在说对爱情啊 乃至于对什么小赛发表了一些看法 对吧 然后他们说我们应该讨论这个话题 我讨论什么呢 他们说很多人在争论呢 有人说他说的对 有人说他说的错 哎我说我说我看了看哈 那么我就感觉我觉得寒寒说的是实话 但是你拿脚趾头想都能明白 他只是在介绍他自己啊 嗯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说哎你如果对他感兴趣 ok很好 多了一个渠道让我了解我感兴趣的人 除此之外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同或者同意或者不同意 每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情况 哎所以我就讲啊 就是说精英现在是一个非常讨厌的一个词 对吧 可是呢我的精英的标准是相当的宽泛 宽泛到一个什么 我认为独立程度精神独立程度较高的人 就算精英 在这个意义上讲 人皆可成为精英 你知道吗 人皆可有出息 对不对 你为什么要管别人呢 你自己对吧 他有他的环境 他的情况 他适合这么活着 他喜欢这么活着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文涛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想的话 我们真的那个世界就太平了 因为我们就不会有八卦了 我们也不会有狗仔队 对我们到处都有狗仔队在关注一些名人 其实一方面是希望他犯错 因为这个犯错呢 理论上来讲大家都会失望 但是这个失望呢 它又是带来另外一种希望 因为它是个连续剧 其实我们都很希望在别人的身上看到自己的故事在发生 我甚至从这都联想到 为什么温总理痛感我们这个民族啊 这个创新能力 创新机制不足 我跟你说创新机制啊 它需要这个民族的人呢 有尽量多的一些人吧 对特立独行 是是是 都就独立的自由的 你知道吗 别人很好 我们我们欣赏 我们观赏 对吧 可是你你我我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条件 天生我才必有用 我就这么活着 所以你说这个东西 忍不住要笑出来了 为什么 你太可爱 我们在讲那个大S汪少飞的八卦 就你升华到 没有他我觉得他讲的 我在民族的创新机制 我觉得他讲的对 因为他在讲一个东西 其实就是大部分人现在他没有机会去谈他想谈的恋爱 变成说名人谈的恋爱就成为他的恋爱了 是 对 他说这个幸福是一场似曾相识的电影 你看你看 哎 这个就是这个事 比如求婚 是吧 当然这个亭峰哥做的非常浪漫 但是好像真是似曾相识的电影 你看这是从西方来的 全是跪单膝跪倒 这么一个弄 外国人已经绞尽脑汁了 但是我发现他还是在这么一个套子里 你像前是去年 我记得看的一个新闻 他就想方设法把这个婚戒 这个钻石戒指 一定得是个钻石戒指 是 放在一个蛋糕里 结果他串帮了 因为他的女朋友一口吃下去 最后到了医院 你知道吗 记得住这个很特别 最后这哥们是什么呢 举着X方片 小坦女朋友求婚 那不错 表示那个钻戒够搭 还照得到 拿出来照不到 真糗了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中华民族需要创新能力 不过又停 我要问你 有些时候不讲创新的 有些时候你发现 人类周二复始的一套壳 永远能感动女人 我要问你的就是你看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求婚 单膝贵岛送上戒指 结婚 我现在咔下尽管大S他们这个婚礼精心操作 跟我为朋友最近主持的一个婚礼仪式大体类似 搭一个花棚 双方父母带着出来 甚至有交换戒指 你愿意我愿意 当然大S唯一的创意就是我超级愿意 是吧 最后花球一扔 扔花球扔到一个未婚的女兵的手里 这一套 为什么这一套能一次又一次的让你过瘾呢 因为没有让我过瘾 但是我觉得对你现在说是有安全了 就是你看就是别人这样他们幸福了 那我这样做可能就表示说没有出错 没有出轨 所以这可能只是一个模式 那就像你说现在没有创新能力的情况之下 大家就照这个模式走 我刚才说 我说那个英国每日邮报调查说 七成九的男人也认为他们在求婚的时候 必须要单膝下跪才叫做求婚 如果站着给花好像就不够有诚意 我觉得就是大家就被媒体啊 就是教育啊或者是说 耳濡然之下你就觉得好像 suppose就是应该要这个样子 其实女人向男人求婚也要单膝下跪 我看那个求婚的恶魔不就是这样子吗 就是那个男生就说 有女人向男人求婚的 总之他们认为求婚 不管是男生女生 你就是得你这样 就是你要单膝下跪 反正你看我一河北人 对吧 我们过去 他就就照一篇文章说的 两口子在那都是吃面条的 就是要不咱们扯个证去吧 都是这样 我觉得挺感动的 坦白说 对我来讲 我觉得这个很好 其实有一个台湾的一个喜评广告里面 他就有一个一系列的12个星座不同的求婚法 其中一个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那个就接受了 但是你看就这么快的 我就觉得换了人间 我现在都接受了 以至于我现在觉得 可能这能让女孩高兴 他们既然乐呵这个 你就给他单膝跪一个 你都说爱他了 对吧 假不假式的弄一戒指 他高兴吗 没什么不好 我觉得只要很简单一句话就能够拉出两个分别 一个就是说你会挑我们结婚吧 还是你嫁给我吧 你会说哪一个 我们结婚吧 或者你会嫁给我吧 对你要想这么久 你一定就是不会说浪漫的那一句 我我会说哪一句人浪漫 我会说请你嫁给我吧 对那是比较浪漫的 我想女生会比较喜欢听到这个多余说我们结婚 这是世界打算 世界打算 就是讨他好嘛 让他觉得他高嘛 他高你就见面子这一辈子就得 面条都无所谓的这样子 没错 结婚之后他就身上受罪了吗 这时候给他个面子不可以吗 真是 所以这原则把握住 只要让女生感觉像有个公主一样 这个求婚就成功了 你不是吗 如果 哎 你碰到我没有 没有 哈哈 混蛋 一次没有 还真的 我那没有 惨 那要是恋爱到一定时间 你觉得他该 所以我现在顺啊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有这个把他顺 中文字幕包装 注文字幕包装 主要 replaces